最近大陆房市一扫持续低迷的惨淡状态 高档楼盘出现了春寒炸暖拉高均价的现象 专家认为促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其中不乏民间没有其他投资管道 而对大陆整体经济缺乏信心等 对于未来房市走势的观察 各方专家学者看法不一 各方更关注的是 中共当局是否将出台新的楼市调控政策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19号最新资料显示 7月份内地70个大中城市当中 有5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上涨 今年元月 各个城市的环比价格还处于零上涨 但到了7月 环比价格上涨增长了一倍 这份资料令人关注 经济学家毛于世分析 近期房价上涨的原因 一个是大陆百姓贫富差距过大 富人买好几套房 而穷人一套也买不起的收入分配问题 另外对于富人来说 没有其他投资的管道 人赚钱的项目都被国家占了 那么先只好买房了 还有呢 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 地价高的原因就是土地被政府垄断了 没有竞争 地价当然就高了 还有过去那个4万亿的投入 在货币上修进了房价高 这些原因现在都没有变化 所以房价还是要高的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飞认为 另一个促使大陆房市日前上涨的原因是 大众对中国的股市和其他投资项目失去信心 今年以来中国的这个股市也是一再下跌 那么国民分分分撤资 现在热情仰来走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众没有办法就把钱投在房地产 据报道 7月下旬到8月上旬 中共国务院派出8个督察组 就中央楼市调控政策 对包括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广东等16个省市进行检查 初步结论是 市场不具备全面反弹的条件 不必再出台调控新政策 陈志飞分析 从目前大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下降到48.7 偏离50的情况观察 中国的制造业持续萎缩 相应而生的就业人口必然下降 他认为 虽然目前不会再次发生像08年之后 大陆2000万工人被迫还乡的危机 但就业前景的暗带 也促使楼市缺乏充分的需求 来造成实质上的上扬迹象 大家现在也是比较小心 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很恶化了 据说楼市不可能挥斥了以前火爆的样子 所以就不会在出台新的政策 从以后的估计来看 他实际上是知道 这是一个他宽踪政策造成的 并不是说真正的这个需求 有一个质的变化 或者是经济活动 有明显的改善 另外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全国重点城市 可受新建商品住房面积 仍处于历史高位 这两三个月以来 由于大量新楼盘陆续上市 商业银行连续下调购房贷款利率 并下调首购贷款利率 由个别城市出现 未保增长 透过放松住房限购条件 及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 来刺激买房 由于大陆各地财政收入 有60%缴给中央 各地财政是靠卖地维持支出 经济评论家草安居士认为 中央持续出台打房政策 显然造成地方的各项建设资金被截断 财政开支短缺 所以这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央跟地方上就有一个矛盾 尽管中央很清楚知道房泡沫的 会走向一个极端 就会崩盘造成经济大的危机 它想办法打压 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它地方利益上 它就不得不想办法去跟中央对抗 还要维持房地产 就是我们其实看的本质上的 就是地方跟中央政府在博弈 目前中央当局持续一年多的房市调控 是否随着各地房价上涨 未来进一步强化市场调控政策 也成为各方的关注焦点